這是飯店吧 這裡是飯店 但是不是一個讓你可以休息的飯店 什麼 派對的飯店 什麼 今天要為兩位準備的 是我們一杯是有酒精的飲料 一杯是無酒精的飲料 有酒精可以喝了 真的 現在不累了 終於可以休息了 我跟你講 今天就是我們入住的飯店了 這裡 對啊 這裡哪是飯店啊 是啦 我已經被騙了啦 剛剛在那個老街 就是說要派對啊 結果是打鐵啊 你覺得這裡是派對是不是 滿像派對的耶 這是怎麼可能是飯店啊 我跟你講 我們直接去前面 Check in 你就知道了 嗨 你好 這是飯店吧 這裡是飯店 但是不是一個讓你可以休息的飯店 什麼 派對的飯店 什麼 派對的飯店 這是我被騙嗎 好適合我 到底是什麼樣 我們開始覺得很期待了 對啊 好 那你們剛進來 有沒有感受到飯店裡面 跟一般傳統的飯店是很不一樣的 對 完全不一樣的 有沒有感受到一個 有手足可以玩遊戲 然後這邊的擺設啊 這真的很像酒吧 整個設計就是啊 沒錯 那其實呢 我們飯店就是跟一般傳統飯店 非常的不一樣 那不一樣在哪裡 我要讓你們先來體驗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做Check in的時候呢 我們會獻上我們的一杯銀冰調酒 那我們今天呢 為兩位準備的 是我們一杯是有酒精的飲料 一杯是無酒精的飲料 所以我們可以先Cheers 然後來盡情的享受我們飯店 一個玩樂的感覺 這是有酒精的對不對 對 沒錯 這是有酒精的 唉唷 太棒了 在Check in 直接有酒精可以喝了 真的 現在不累了 我們一人一半都答對 又可以喝酒 又可以Check in 我們其實是 全球國際集團的品牌 那我們是大中華區的第一間 對 那其實這個品牌它非常年輕 它是這個集團的 最年輕的飯店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完全為年輕人量身打造的一個 全新的一個飯店的概念 所以其實我們飯店整個設計的理念 它都是圍繞著玩樂這個概念在走的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在樓下 會看到手足台 那或是撞球 甚至我們有很多的桌遊 可以讓我們的房客在這邊 Have fun 甚至是交到新朋友 我們現在在飯店的頂樓 現在這是一個半開放式的空間 然後我們可以一邊喝東西 還可以一邊看夜景 那我們後面的是Bar嗎 對 沒錯 這邊是我們的頂樓酒吧 有沒有覺得來到這邊 有一些場景讓你有一種 似曾相識的感覺 其實我們整個頂樓酒吧 我們是一種台灣厚巷的一個精神 有看到我們那邊有一個霓虹燈 是不是有讓你想起檳榔灘 有有有 可是它其實是把台灣味去做一個延伸 然後讓它變得非常的年輕化 所以像我們這邊有像檳榔灘的設計 然後甚至像夜店包廂的設計 對 或是像是鋼管等等 那我們就把它做了一個就是非常很潮的感覺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到說我們的調酒啊 其實也是呼應我們說這個台灣文化的精神 看起來很像香水瓶的啊 它們其實就是我們的瓶裝調酒 是 那這個都是我們飯店就是邀請了我們的調酒師來去做一個 根據台灣的特色去做一個特色調酒的研發 有 我看到這邊蒸奶了 有 還有這個檳榔稀釋耶 對 我們剛好就拿到檳榔稀釋 它就是以一個高粱酒 然後還有加上檳榔葉去特製而成的一個調酒 所以它是完全不會在其他地方賺款的 所以你在別的地方絕對喝不到像這樣的調酒 是 那像剛剛蘭蘭拿的這個 蒸奶十八鏡 它其實就是一個珍珠奶酒的概念 你不喜歡檳榔稀釋的話 你還有辣台妹可以選哦 對 那這辣台妹呢 它其實喝起來真的是有一種辣辣的口感 所以我們會說你夠辣你才敢喝這瓶酒 寶島冰茶也不錯 是不是長島冰茶的姐妹版 沒錯 我們說我們要強調台灣味嘛 所以我們在這裡我們不喝長島冰茶 我們喝的是寶島冰茶 這種五種酒其實都代表了不同的風味 跟不同的文化 今天累了一整天 真的還好有你 就是只要可以來放鬆一下 對 可以在那邊喝酒休息 就是今天是一個完美的Ending 那我們房間呢 其實呼應我們整個飯店的設計理念 就是玩樂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們希望每一個來到我們飯店的旅客 他們可以更專注在玩樂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更鼓勵他們是可以到我們的公共空間來 去參加我們的Party 所以相對來說呢 我們房間呢 就是提供一個剛剛好的空間 那我們這支莊有很多可以靈活運用的小巧思 所以可以在進到我們房間以後 就會看到我們把我們很多傢俱都掛在牆壁上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傢俱 再把它從牆上拿下來 那創造一個自己需要的空間 所以其實我們相信是剛剛好 其實就是最好的 很開心今天你啊 很開心 老闆很開心 你要請我來喔 可以享受這麼棒的地方啊 在台中很少看到這麼高的高樓耶 對 這邊的view真的很不錯 今天也是我在台中第一次看夜景 有沒有跟你以往想像中台中不太一樣 有啊 當然不一樣啊 因為像這一次就體驗就比較不一樣的東西啊 那當然也是有就是這個萬和宮嘛 那因為那邊也是有聽到一些我之前都不知道關於馬祖的 跟馬祖老近的 真的還蠻蠻特別 然後我們也去看了螞蟻 對 也是喝了那個湯 對 真的很特別啊 不一樣的萬一道的感覺 老街也是啊 因為跟傳統的那種老街也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們真的就是有保留很多的文化 就像那個米夫 對 米夫 然後還有打鐵 打鐵不是Party 對不是我們的Party Party就是要等晚上回來這邊才可以Party 對 新舊不同感受體驗啦 然後其實我覺得是很蠻令人印象深刻的 對 不管是視覺或是那個聽覺打鐵的聲音 嗯 對 那個螞蟻的味道 哇 今天就是色香味啊 然後跟五種感覺的不同的感受了 嗯 真的